国内现有的AZ疫苗即将在第四轮用完 指挥中心表示第五轮接种以莫德纳疫苗为主 目前全国库存量68.9万剂 中央还有56.7万剂 这第五轮主要是给第一到三类对象和孕妇 间隔四周可打第二剂差不多7万剂 只是人有192万名65到74岁的长辈排队打第二剂 如果9月1号前没有新的到货 恐怕很难先接上 政府心里面想的是希望冲第一剂 但是嘴巴里面说出来了 跟在预言系统当中弄出来了 还是在要讨好民众要做第二剂 要打第二剂的意思 他也不敢明讲他要制掉老百姓打一剂 所以变成说这个制度就变成很混乱 一会儿这个族群插进去 一会儿那个族群又不插进去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造成了很多预约的老百姓 就打不到疫苗 就是政策上没有办法定调 这个是个关键 感染科医师王润贤认为 中央政策定调不明 究竟现在是已冲第一剂覆盖率就好 还是第二剂也可以接着打 不要暧昧不明 让民众受尽委屈 而根据指挥中心截至8月2号统计 全国意愿登记完成总人数 有1200多万人 复选AZ或莫德纳的有600多万人 占比51.39% 单选莫德纳的是400多万人 占比33.98% 因为莫德纳疫苗所剩不多 恐怕也很难提供第一剂来用 唯有能够去确定台湾未来的一个政策 到底是要两剂相同疫苗 或是要混打 这样才能够定下心来 去预约疫苗的种类 跟疫苗的一个注射时间 所以指挥中心其实必须要去确定一下 到底不同的疫苗的一个注射 有没有什么医学上的理由 要注射特定疫苗才行 或是说全民打疫苗都没有关系的话 或许就应该可以考虑 把疫苗的一个选项把它取消掉 让大家就按照预定时间去注射 然后每一次都保留足够的第二剂的注射量 这样才能够让疫苗登记的一个混乱的情况 能够降低 不管是AZ还是莫德纳 台湾都可能要面临疫苗空窗期了 而食药署8月2号宣布 首波4批高端疫苗已经完成检验 核发封肩证明书 总共26万多剂疫苗正在进行封肩作业 至于是不是要把高端纳进来做混打的 不管是混打AZ或混打莫德纳之类的 因为目前还没有文线报告 还是没有一些研究出来 我们希望是保留在有本土资料之类之后 再开始考虑把高端纳入混打的情形 至于目前不管是莫德纳 不管是AZ或者是之后的BNT 都是通过我们的食药署 EUA紧急授权使用通过 那高端疫苗也是通过紧急授权使用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高端疫苗就可以 比照其他的三个疫苗来处理 该纳进去 反规大家可以 对方使打的开始就纳进去 不会另外考虑 你的双股党本转费 疫苗到货量 疫苗预约 疫苗施打目标环环相扣 政府恐怕得想清楚 而不是变来变去 让民众心情上上下下 TVBS新闻 柯盛雄王一杰 台北报道